这是一个神奇的小东西 有了它 鱼儿们一条一条的坐水而出 有了它 人们才能享受深海垂钓的乐趣 敬请收看武爱发明 深海垂钓 敬请不吝点赞钓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 我爱发明节目 我是主持人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市 请到的科学顾问 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 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 华为老师 华老师欢迎您 您好 话老师说到钓鱼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以前在节目当中 我们介绍过在河边钓鱼的 相关的发明项目 那么其实河边钓鱼 和海上钓鱼 有着很大的一个区别 我听朋友说过 在海里 它在水以下部分的 这个鱼具鱼钩一类的设计 都和潜的地方不太一样 那么说到钓鱼爱好者 其实真正喜爱钓鱼的 很多一部分是 喜欢有冒险精神 去到海上进行锤钓的 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跟海上锤钓 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到美丽的海边城市 一起去了解一下 海钓背后的秘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我爱发明记者唐背子 这次呢 我带大家来到这个城市呢 是著名的海滨城市大连 俗话说靠海吃海 这里的人不大爱吃鱼 还热爱钓鱼 据说六百万人口大连市 光钓鱼爱好者就有六十万 前段时间呢 我们接到了大连的 一位钓鱼爱好者的来信 他说呢 他研制了一种新型的钓缀 一个小小的钓鱼用的钓缀 又会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我们准备到海边 找一个钓鱼爱好者问一下 师傅 您是准备在这钓鱼是吗 对 您呢 平常钓鱼用钓缀吗 用钳缀吗 平常用 但是我今天岸边钓 用不着这个钓缀 就是您平常岸边钓鱼用不着钓缀 那您这样哪有钓缀的吗 您到旁边 这几个人的到那去问一下吧 他们是应该准备要去上船钓鱼的 这几个人 上船出海的时候 对对对出海的 行我们就去问一下 谢谢啊 师傅 师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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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你们这钓鱼用钓缀吗 那必须有 那没有钓缀怎么钓鱼啊 能给我看一下您这钓缀吗 行 你看看 这就是钓缀 对 这基本上都是钓缀的是吧 对 大部分都用钓缀 这也有两个钓缀 钓缀一般都是配用 可是 为什么在海上锤钓 需要这样的钓缀呢 鱼是一种群体活动的生物 它们有着自己喜欢的聚居区域 这个聚居区域就是海底的礁石 这样的地方给鱼类提供了天然的住宅小区 所以深海垂钓也就必须在海底礁石密布的区域才行 这一体来我们就需要不同鱼在河边海边钓鱼的鱼具了 海钓的鱼钩主要由一个钳缀和一根被称作分钩器的金属杆组成 分钩器的每头都挂一个鱼钩 下钩的时候 千坠会带着它们沉到海底的礁石上 然后再拉起相应的距离 让鱼钩悬停在海中 这样一来 围在礁石附近的鱼才有可能咬钩被钓上来 因为千坠必须下到海底 海底的礁石上有各种缝隙 所以千坠很可能直接卡进礁石缝里 鱼线就很可能被拽断 就都永远留在海底了 我觉得怎么同样大小的鱼还每个准备好几个呀 那不一样 你这个东西经常就挂掉了 挂掉了 没有了 会损失多少啊 那这个不好说啊 有时候损失个三套两套 有时候像我有一次出海 全军覆没 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到海底刮不掉的呢 让礁石 我才可能吧 这个问题看下你们太懂 我才不现实 就是有人在我们那报名 说是你们大连的 说他研制了一种在水底不会被刮掉的吊状 不可能 这人叫郭连牟 您认识吗 好 我见过他和他一块钓鱼 这人钓鱼挺厉害的 这东西您没见过 没见过 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那到哪能找到他呢 一般他在三种路有个薄膨鱼具 他经常在那儿呢 好 谢谢您 我过去看看 好了 再见 您好 您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郭连牟的发明一种防挂掉阵的吗 那是我哥 他那边正在哪里 哪个是您哥 他有郭连牟是吗 打扰一下 您好 请问您是郭连牟郭师傅吗 对 就是我 发明人郭连牟 发明项目 多功能防挂掉鱼坠 听说您发明了一个可以防止挂在礁石里的掉阵是吗 是的 是的 什么样的呀 就是这个 我所谓拿这个 哦 是这个啊 这是怎么样一个原理啊 我看着像卫星似的 就像雨伞一样 然后那个 你当教室卡住的时候 教室风一卡住的时候 一用力的时候 脱落了 哦 脱落了 对对 哦 脱落了 就离开教室风了 您觉得它肯定是有效的 我觉得肯定是有效啊 那您这个呢 您能找个地方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大概 行啊 咱们就给 找个石头风演示一下吧 好吧 行行行 正好也给他看看 老是 能鄙视鄙视吗 鄙视一下呗 对不对 那行 来 我们在脱掉的时候 正正好就卡在这个地方 哎 现在是不是卡住了 是啊 是不是 那么如果说 他这个老师的限制 也是卡进来了 哎 就卡住了 怎么追也追不下来 最后的结果就是脱落在海里 是不是 那么咱现在就像刚才我十几个 你看我这个 也能进去 也是挂着这个地方了 是不是就卡住了 对 我已追的情况下是什么 就像老郭说的一样 金属支架弹开 前缀自然就被带了出来 这个脱落了之后就拽出来了 对了 我们就带了 是这样的 是 那这位师叔您看了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四汗还不太理想 我觉得应该上海边的教室 因为我们用传统的那种家 用万类的 我觉得不太好用 觉得不太好用 不太好用 我不太相信这东西 行行 那 郭叔 我看 好像 不相信您这个东西 占多数 要不咱们去海边实验一下 没有问题 我就和他们比试一下 行 行 咱打海边去 把他们打呗 好 那么 发明人老郭的吊坠 在实地测试的时候 可以让别人信服吗 我看这浇石还是湿的 这是现在这刚退潮是吧 是的 是是是 也就是刚才它在水面之下 对 今天大潮 现在正是退潮 刚刚这钓石在水里面 也就是我们钓鱼 就是这样 好 也就是你钓鱼的时候 深水底下 其实就是跟这浇石 这块浇石是一模一样 对了 对了 这个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 这个传统的吊坠 在这个浇石当中 它是怎么加在缝隙当中 怎么的就是 我跟他演示一下 这就是船我们在拓动移动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船上一样 往什么拓 移动 移动移动 你看 所有的钓挂了 这是一个主要现象 这是主要现象 那咱们钓鱼不能避开这些礁石吗 船在动 你避不开 你现在看不见 你现在没法看底 相当于水下30米 水深的地方 就必然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这和 还跟你们家门口 就是咱们上午社的门口都不一样 这个缝米那个深的多 而且是个不规则的形状 对对 您刚来试一下这样的缝吗 刚来 现实演示一下 船在走 完 然后我这个也在动 动 哎 是不是就挂住了 起了一个自腾的作用 对吧 然后上面在用力的时候 来了吧 可护 什么就走了 哎 走的时候 哎 就出来了 哦 就这样的 哎 你敢叫我给你摆进去 你再往外面吗 干 试试看 就来口子了 这个 这个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已经我看卡在里面了 完全 还得情况 这样的也是一个正常情况 也是正常情况 咱们能拽出来吗 现在 我试试看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 哎 他拽出来了 这说还真行啊 啊 行不行 行 啊 行不行 我能够拽出来 刚才是你摆的 是不是 你这个东西啊 现在能挂起 俺也看到了 确实有道理 但是呢 咱上去钓鱼 咱不是 玩脆的 你看 不管这个东西 能逃脱 你看 那把鱼 你把鱼吓跑了 这样不歇 那还是 比一比啊 这个汉子有一定不行的 不行的 不行的 比一比就比一比 我是这样 咱们拿一天咱们上传商 信资我要和你们俩比一比 行 比一比你们这个传统的 行 你就拿这个水 我认为 你就拿一个 你就拿这个水 拿这个 咱怎么比 咱说是 嗯 我说 比的比两样 一个是你这个东西呢 咱打个比方讲 我比方一样都掉五个今天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 你 我掉一个 你掉两个 嗯 我就认 你这东西 跑走列确实高 第二个 你还得上鱼 你别管 你这东西都走了 还掉十几鱼 你掉一条 对不对老律师吧 对 行行行 咱就是钓鱼 对不对 那么 就这样吧 哪天给咱们上船上 我订个船 咱们就上船上 真相实戴的 我要跟你们 演练一把 好好好 好好好 咱冲好了 你要做树了 请大伙 把他吃 我们要树了 我们大伙 把鱼 来给你 你啊 好 走 发明好不好 还要出海才知道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今天就等着请客 好好好 你们这钓鱼装备都挺沉 那必须都专业了 这都是 多少千专 哎呀 十几个 带了十几个 对 我给我拿几个 两个 带这俩 你今天 你今天 你这不去等着树吗 这两个对了 怎么办了嘛 我瞎男呢 每次拿这么多 沉不沉呢 啊 用得着吗 沉不沉 再来次钓鱼了 我我今天就拿这俩 我就顶你们这些 今天 让你变成水上皮 没有自由 我看拿什么钓 不要护佑我们啊 咱说好了 今天不再接了啊 用疗可就没有用 用具啊 不鬼 看咋谁 谁能钓 行啊 行啊 就等着请客吧 今天啊 我今天就拿这两个 好 顶替你们这些 专业不专业 一看就知道 为了这次比赛 他们专门租了一艘渔船 我们也会和他们 一起出海 用最真实的镜头 给你展现 这难得一见的 远海钓鱼 我们的渔船 向远海开去 在大海上钓鱼 全靠船老大的判断 只有他知道 哪里的海面下 有礁石 有礁石的地方 才有鱼群居住 老郭和他的朋友们 正在利用这段时间 做着各种准备 捞食鱼竿 放上鱼饵 驾往前针 大战 一触即发 到底谁能赢下 这场远海的 钓鱼比赛呢 一个小时过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 一触钓鱼 那么我们的发明人 郭联谋 发明的新型吊坠 在实战中 能否如他所想 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我今天就带了两个 就带了两个 您也看到 他们带十个把子 咱们今天比什么呀 咱们今天比 第一钩挂不挂 那天说了 对 第二最后比 钓鱼的数量是吗 对 最关键是 挂的欠缺 谁挂的落很少 行 好了 您这就全都挂好了 是吧 是是是 这就可以下水了 是吗 对对对 好 这个时候 发明人的朋友们 也都分别下杆了 接下来 谁会率先 有所斩获呢 咬钩了 这么快就咬钩了 是用传统钓坠的一个人 率先钓起了一条鱼 来 给我们看看 这是什么鱼啊 黄鱼 黄鱼 行 这您今天第一个啊 我这也上鱼了 我这也上鱼了 您也上鱼了 这这这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对 这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多大 还行 还行 有多重能攀到客栏 看着吧 活蹦乱掉就上来了 他们钓上来 我必须都钓上来 这船上谁的技术最好 要说技术的话 提前吹一把 他们都不行 他们都不行 就您在 最厉害您觉得 应该是这样 看着 你少上 我也上 好像比他的鱼还能大点 对 黄鱼 来的 这条鱼今天是 一上来就有两个人都钓起了鱼 看这个情形 今天大家的收获都不会小 这第三个人也钓起了一条黄鱼 这么看起来 大家除了技术高超以外 传统的吊转也没有拖他们的后腿 然而就当这时 意外 还是发生了 你这怎么了 挖住了 我看干梢都下去了 能拽出来吗 洗一下吧 干了一下给刷断了是吗 下着没有漏 掉在海底上 一个传统吊转 还是被海底的礁石 抢住 就这样丢掉了 这是咱们第一个损失 损失吊转的名声 已经是损失了 今天带了几个呀 哎呀 我今天带了十多套嘛 十多套那够你玩的 也不好说呀 有可能会 还是会继续的 不过同样的问题 却并没有困扰阿民人 看看吧 我这个好用吧 这个就打开了已经 对 已经淘汰一次了 如果是传统象律 可能这把就又是一套 就损失一套几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都是各有收获 而这品种 也是不止一个 海星 他们中的一个人 竟然钓上了一个 又肥又大的海星 哎你这上鱼啊 这是什么鱼啊 黑鱼 今天咱们就钓个小的 这终于来有个大黑鱼了 我说他们先咯嗦一会儿 先咯嗦一会儿 先咯嗦一会儿 这该怎么样 一说我再看 好好好 好好好 这怎么这样 那个挂了是不是 我这个钓鱼 哎你怎么说挂了 哎呦 挂住礁石了 挂住礁石了 对我只能是 你再拽一下 你怎么连着 运气 运气突然一下 变得不好了 虽然他们收获不小 可损失的传统吊坠 也着实不少 可是就在我们替发明人感到高兴的时候 意外却又来了 好称不会被礁石挂住的吊坠 却被挂住了 您这要损失了 您现在就剩下一个了啊 就剩下一个了 而这个时候 其他人都在奋力收干 很快 他们几个就又都有了收获 不过我们的发明人 好像一点也不着急 还在侃侃而谈 哎您看这个钩都成那样了 是不是挂 是不是钓着鱼了 对我不是吧 我这也是挂上的 我这也这么一会挂上的 我在想它能不能成功捞出啊 好行 哎呀 您可就剩这么一个钓 签桌了啊 对啊 但愿我这个都阻碍 真的我这应该是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 哎呀 发明人的最后一个 不会被挂住的吊转 也完蛋了 要怎么样 做怎么样 今天挂了没挂 挂了 我这个也不好意思挂了了 我也挂了 你挂了 我那个问题是没有了 怎么办 你看看自愿一个吧 这鱼还得钓啊 对啊 靠着朋友关心 你吹个大的鱼 挂进去了 嗯 嗯 不能借 借个怎么的 自愿个回去换了啊 我不能借 你怎么那么坏 我不是 这个不是坏的事儿 你你不是刚开始说你不钓吗 啊 就不借了 我那个还意外钓了 意外 意外钓也不借了 不错你借了 就不借了 兄弟啊 你老乖的时候不借 你看今天这个鱼还在钓啊 你怎么都 没有了 就剩这一套了 咱不跟一起玩了 不玩啊 给你 咱不借了 我必有给你 我现在挂了一遍 就不借了 我坐牢 坐一会儿 我坐鱼了 人家干嘛不借给你 你平常人缘不好 还是怎么了 不是 那么这次吊坠丢失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的发明人 又要如何改进呢 华老师请问 发明人发明的 这个防挂吊坠 在海边礁石上没有问题 为什么到海里就挂住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手里就是 这一带的这个防挂的吊坠 如果把这个吊坠 把它抛到那种 礁石的缝隙里 它这样像两侧 如果挂住了 使劲一提 两边的这个结构 就会掉下去 它就可以再往上来一点 如果这边 它被挂住了 它这两方向 继续有弹性 可以再拖掉 这样它就可以上来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 它实际上 是有一个不太完善的地方 就是 它现在只能防止两次卡住 如果它要是再被卡住第三次 它实际上就没有办法了 华老师您的意思 就是这个吊坠 没有持续的作战能力 它可能会 很幸运的跑得了一次 跑得了两次 但第三次可能就会被卡住了 确实是这个意思 如果想继续改进 在两边 再继续增加它这种结构 实际上我们也说 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所以我们建议它 最好是换一种全新的思路 就现在这个 就不要继续考虑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看发明人 如何能够解决 经常跑掉的问题 能够一劳有益的 把这个途径的问题 给解决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为了防止吊坠 被海底礁石挂住 估联谋在上面 安装了四个活扣 虽然它们在拉动下 能够脱开 从而让吊坠 摆脱礁石缝隙的束缚 但是这是一次性的 如果吊坠第二次 第三次再被卡住 就根本没办法摆脱了 这一次的失败 并没有让我们的发明人 意志消沉 回去后 它就投入到改进的工作中 很快新一代的钓鱼坠 就做好了 它的新式吊坠 由五个大罗摩组成 那么发明人 为什么要把吊坠 设计成这样一个 奇特的造型呢 那么我现在给你 揪几个坠 咱们重新演示一下好吧 好 还是上次 咱们实验过那个坠 对对对 第一次呢 它走到这个地方以后 你看什么 很不容易就进不去 根本就进不去 根本就进不去 对 根本就进不去 我这个两个瓶 就把它自成住 进不去 对吧 挂鱼尔的金属杆 被加在了罗姆的中间 和整个吊坠 合为了一个整体 这样一来 遇到裂缝时 金属杆会把整个吊坠 支撑在缝隙外面 当我们用力拉拽时 柔韧的金属杆 就能保证吊坠 根本不会进入到裂缝中 除此之外 罗姆的设计 还能让人随时调整重量 好适应不同深度的海框 到底是不是像发明人说的这样 我们还要找真正的礁石 去试一试 退潮后 我们依然来到了 这处遍布礁石的海滩 这一次 我们专门找了一款 由这连续裂缝的礁石 我这次改进 就不顺便上次 第二次受阻力了 我坐走 一个起个自首左右 第二个就是你 就是你继续进去了 它根本进不去 好像挺好的 我也试一下 这样的缝就是 已经是很少见的缝了 难度非常大了吧 他这次直接把吊坠 硬塞到了裂缝里 这个你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怎么不可能出现 怎么能出现 我起个座 你这是银网里摆的 你钓鱼的时候 下面有银网里摆的吗 你这话就不得了 我怎么不得 咱钓鱼 一进无进的鱼都有 对不对 对啊 那么越大的鱼 它就会冲 对不对 对啊 越都是黑鱼 出来到洞口 咔一口擦了 一扭就一圈线 会冲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也对吧 您的意思是 也许这种情况下 咱们这么拖行的时候 没问题 但是鱼咬着高了 鱼会把这个拖到它洞里去 这种纪律只有百分之一的纪律 百分之一的纪律 对 太少了 我说是不是 但是可能 对 但是这个存在 这种现象是存在 看提出这个问题 有没有这个 但是我认为不会太大 我还是这么提出这么个建议 好不好 完了以后 咱上船再演试一下 谢谢 你上次都请这了 你明天再请一次吧 请就请吧 第二天 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海边 马上就要出海了 他依然不忘对我们的发明人 冷嘲热讽一番 你最后来钓丑鱼啊 这没有丑鱼 我要钓好鱼 这鱼能开着你这吗 我该给我笑 那今天我再比一把呗 比呗 那谁怕你啊 你这玩意我 我这翻书好几天 全都准备好啊 不是 你啊 就怕你这么够啊 今天说话这么接了啊 我这次我要赢了 把鱼上的鱼都捣给我 今天啊 行了行了 那么咱就 被盖吧 走 那么这一次出海 改进过后的第二代吊坠 会给老郭争来面子 带来惊喜吗 您今天带了几个呀 我就带两个 还是两个 那你们觉得它带俩够吗 你觉得不够 试试看吧 试试看 但是我看你挺笔的这事的 还是就这两个吊坠 我觉得我就两个 好 您装上咱们开始钓 好吧 好的 要说这个吊坠的安装也很简单 分钩器可以卡在开好的槽中 再拧上罗姆就万事大吉了 不过用它来钓鱼是不是也同样 易如反掌呢 这个时候海上突然起了风 海浪也变得大了起来 船老大努力控制好船 老郭也终于把吊坠放了下去 其他几个人也都吓得赶 他们中间谁会收获 第一个站我呢 不然老郭这儿首先有了动静 可是眼前的这个情景 我们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呢 这怎么了 你们俩的 线搅到一起了 对对对 拿上来 他们两个的鱼线缠到了一起 缠着的线里 还有条钓上来的鱼 这这这算你们俩谁的呀 这个鱼应该是我的 我说他到鱼应该挂一起 你挂我了是不是 你这个足力大挂的呗 你们看我呀 你现在这个 一点流线性没有 四万八甲你看看 您是什么意思 又是雷又是九 它足力它不大吗 您什么意思 这个水里有水流 你们俩同时下钩 水流就把它的那个推到你这边 挂到你的了 挂到我的了 能有这么一点 你觉得有一点没那没不像他说的那么夸张 对 没有那么夸张 行行行 您再试试吧 好吧 再试 老郭可不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这儿 他对自己设计的这种吊坠 还是很有信心的 没过两分钟 老郭的鱼竿又有了动静 拉试试 我来上鱼了 怎么看出来呀 刚稍微慢慢的探动是吧 对对 这就上鱼了 对对对 您拉出来看看 好了 又是个小黄鱼 对 我这钓鱼没有问题 两个界面啊 你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像他们说的 那天还有一个师傅说这个东西钓到手里 咚的一下会把鱼吓跑 您觉得也不是那道理是吗 老郭已经钓上来两条鱼了 别人可都还没开张呢 不过就在他这么恶意的时候 其他人也都有了动作 来来来 这是第一条是吧 那位师傅要上鱼了 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 不算小 您觉得这底下是什么 也是礁石吗 岸边礁石吗 有礁石的地方才有鱼群 看来这次他们待的位置非常不错 找到一个鱼多的好地方 可不容易 大家都是全神贯注 手上不敢有丝毫松懈 就当这鱼儿上钩了 刘叔叔我怎么看那干烧在颤呢 你这上鱼了是吗 您觉得现在这个水底 这个底下第一是有鱼 这是条红花鱼 这是条红鱼 红鱼 您觉得今天这地方是有鱼的 是吧 首先 那水底下的那个情况呢 今天是礁石 礁石 容易挂吗 容易挂 容易挂 鱼多的地方 海面下礁石也多 这边说着话的功夫 就有人中招了 那您怎么又跑到这儿来 这是做什么呀 挂丢了 您的挂丢了 我今天换一套 就剩下这个别针了 这都挂的没有了 没有了 再换一套 换一套 你今天这是第一套了 你今天丢的第一套 对啊 又是挂在水底的礁石上了是吗 对 看着它吧 这个钩没有了 钩没有了 但是我刮上以后 我这铁银一大半就出来了 看着吧 它都弯了已经 一弯了以后 它就出来了 出来了 对对对 光挂性的非常好 光挂性的 你觉得没问题 是吧 看起来老郭的吊转很不错 被掐住后 也能借助分钩器的弹性 拽上来 好 这儿又上鱼了 两条 一下就掉两条了 对 你觉得你这玩意儿还是挺好用的 是吧 挺好用 比桑两次 比桑一次 那好用多了 他们刚才挂几个是吧 是 刚才我挂这个 拽下来 而且桑鱼就两条三条桑 特别的好用 我看那天他说你这个会把鱼吓跑的那位已经躺那睡觉了 他钓不着鱼 他是晕船吗 他就是钓不着鱼 上火睡着了 上火 他那个打法就是什么 这根本就不行 一门遭枪就回来 您觉得你这玩意儿没问题是吧 今天钓鱼能超过他们 肯定没有问题 肯定没问题 我再钓啊 好 两条两条是 好 老郭现在士气高昂 打败其他人 肯定不在画像 而这个时候 刚才还在睡觉的 也终于醒了 哎呀 上鱼了 啊 不睡觉了 啊 睡觉了 你刚过去 你闭门着枪 到睡 睡着了 出来又忙活两条 我这都钓 两条两条 上 我是拖这玩意儿 休息好 你是怕鱼 钓多数给我呀 问题是 啊 两条鱼的眼睛 不好意思 咬你肉了 是吧 啊 是不是那么是 可能啊 我要通过去 就上四条 你继续睡觉吧 我们的老郭这一下 可算是出了口气 船老大重新启动渔船 准备带我们 到更远的海域上 寻找新的吊点 原海的水更深 鱼群也会更密集 那么我们的发明人 还会延续刚才的神勇 钓上更多的鱼吗 很快老郭这儿又有动静了 可是随着鱼线慢慢收起 这感觉怎么越来越不对了呢 干烧拉成这样了 要是这么一条大鱼 那就够意思了 哦 这样一条大鱼得多少钱 最少的六七斤钟以上 哦 闹了半天 老郭的鱼线 怎么又和别人的缠到一起了呢 来我们拿过来看一下好吗 来小刃往这边点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缠的跟个 跟蜘蛛网似的 是 好几种颜色的线都缠一起了 您这已经好几次跟人家缠绕了 是 你觉得呢小刃 偶尔会遇到 但是我认为 还是它这个东西 下水有阻力 阻水造成的 哦 你觉得是下水有阻力 阻水造成的 另外一根蓝线是缠着谁的 这是怎么了 几个人一块收线啊 哇 缠着那边刘师傅的是吗 三把给我挂一块了 哎呀妈呀 我说你这个丑 我说你这个丑吧 你看看你搞这个样 这什么原因啊 郭叔 脚一起了 可能是 踏这个仙处 仙处 您觉得 你不说你那个岁的问题 你老说我仙处 我就追怎么的来 他拿来看 我就追怎么的 你说不对 不留线 要不怎么你把两边都缠上了 是不是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流线不好 毒水是吧 对 你就觉得这个是 这个水下去之后 水流打到那儿 它肯定会摇晃的比这种的要厉害的多 是吗 就是流线不好呗 对 传统吊坠都是流线造型 受海流的影响比较小 但老郭的吊坠是罗姆做的 每个方向上的受力面都很大 在海流的影响下 就会四处摆动 自然就缠到别人上面去了 你赶紧把你这个时候上那边去挂上 你上那边去钓的 这个我们眼前就 对 这大没事 你赶快你自己翻试翻试 上车上车就翻试翻试 快 你好好做 你整理不得 钓很多年 你别别人 你别人 你家长 虽然自己发明的钓坠又安全 上来的鱼也又快又多 但是钓鱼本来就是和朋友一起才有乐趣 现在因为自己的原因搞得别人都不能好好钓鱼 这让我们的老郭十分恼火 也十分内疚 等到了岸边 他也没和朋友们打招呼 就这样留给了我们一个 孤独的背影 鲁木吊坠会随海流摆动 只要把他的外表做成流线形就可以 真正困扰过联谋的是另一个事情 您可能还记得 上次出海时 他的吊坠曾经被胶石卡住过一次 只不过成功拽了上来 为此老郭还在朋友们面前得意了一番 但是别人没有注意到 这根细长的分钩器 已经被舌弯不能再使用了 老郭的吊坠之所以不容易被卡住 是因为分钩器会支撑住胶石 拉拽时 有弹性的分钩器就会弯曲 然而当吊坠卡建了比较深的缝隙中时 吊坠虽会出来 但分钩器也会因为过度的形变而报废 发明防挂吊坠的目的 就是减少钓鱼爱好者的损失 可吊坠不会丢 分钩器却会坏 这才是真正困扰国联谋的地方 就当我们的发明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种海边十分常见的东西 突然让它宁机一动 那就是船锚 常见的船锚都是后端连着一根缆绳 但也有一种船锚不同于这个 两边都会有缆绳 这种船锚在收锚的时候 锚头也会被提起 国联谋这一时终于毛色遁开 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很快他就依照着自己的设想 做出了新一代的防挂吊坠 那么这个一头油弹簧 一头油链条链接的吊坠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是把吊坠 卡在了上次那个裂缝中 这点看着啊 鱼拖走过去的啊 看见了吧 什么原理看没看懂 在在在在摆着了 啊 这把钉了 啊 地儿出来了 从地儿往后去 你不是直接头进去了吗 我倒出来了 对对对 像拿着穿毛一样 跟毛一样 对了 我说这么牛马了 对我进过改地了 我这个 这个东西两头走了 对 你是从鱼身 拖过拖进去以后 我太皇 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力量转坏了 把力量转坏到后 就是给你挪拖 哦 这个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这个去的 它就这头变出来 对 原来这就是老郭说的 传毛原理 吊坠被卡住的是上面 那如果下面一头 有一个向上提的力量 它不就自然会从裂缝中 脱离了吗 看来郭联谋这次的改进 很成功 新式吊坠 在这片密布礁石的海滩上 行尽自如 不过 它到底实不实用 我们还要去海上比赛过后 才知道 第二天天刚亮 我们就来到了码头 和大家会合 今天怎么准备挂 挂掉几个 今天不跟他比挂 这个了 我说两次不跟他比 我这把有 一些一些武器的 我这把跟他比钓鱼 不把他打败 那肯定是不行了 你怎么比 你一个人比我们全部 对啊 我现在不能说 我一个月至少比那俩 你一个人比那俩 这是五个六个人 来我这还有一个 来来来 那还再涂进来 那肯定是 这麽鱼得了 今天我们俩 咱俩搭载四个 行不行 咱俩搭载四个 能ben Reggie 咱俩搭载四个 咱又没有信息 你说imas 煮 喝钱吃点饭 有没有问题 咱哥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虽然郭联谋他们非常有信心 不用担心吊坠卡住 而耽误自己钓鱼的时间 但是这次 可是他们两个人和对方四个人比试 大家的钓鱼技术又都不相上下 看来今天的比赛 将会格外的激烈呢 为了这次比赛 他们让船老大开出了很远 因为越远的地方 水就越深 鱼群也就越密集 那么比赛即将开始 会有什么样精彩的场面 等着我们呢 船刚刚停下 大家就都迫不及待的 放下了吊杆 我看这水挺深 我看这是技术的是吗 刚才显示有60米了 有了 一根根的鱼竿 微微弯曲着 就等着鱼儿咬钩的那一刻 他们中间谁会钓上 第一条鱼呢 很快 有一根鱼竿就发生了变化 看看什么就能看出来 来 先看这 不错不错 这是什么鱼啊 一下钓了两条 你是你们这边 第一个钓上鱼的 还一下就钓了两条 运气好 运气好 使用传统钓坠的这边 一上来 就是两条将近一公斤的黄鱼 这给了其他人非常大的信心 再看这边 怎么脑郭他们两个手忙脚乱的 难道一上来就出问题了 还以为挂着呢 原来是条大鱼 一下就比上次钓的要大 也算起开得胜啊 虽然是比赛 但是钓鱼 毕竟是个急不来的事情 有节奏的慢慢摆动 鱼儿才能上钩呢 看这个架势 老郭他们这儿 好像又上了鱼了 好 这鱼不小啊 对 这今天钓上最大的一条了吧 这有二斤了吧 有了 有了 有二斤了 对 我说不着急 你说怎么样 哦 慢慢来 大的有的是 大的有的是 行 爷爷爷来看看吧 爷爷 不大呀 老爷爷准备能钓多大鱼今天 我还钓五几 是钓五斤的 只要我们到那儿看看 现在两边打成了瓶手 都是各钓上来两条鱼 可是就在这时 刚说完自己要钓大鱼的这位老爷子 就遇到了麻烦 挂上了 挂上拿不下来的是吗 真是出师不利呀 到爷子鱼没上来 钓坠先丢了一个 而这个时候 老郭又钓上来一条 来把您的这个鱼拿起来 给我们看一眼 这是什么鱼啊 黑鱼啊 黑鱼 这有多大呀 多重 一斤来重 一斤来重 哦 老郭虽然上鱼了 但他的同伴却遇到了麻烦 看这个动静 他的挂坠 肯定卡在礁石里了 那正好看看你们这个能拖出来吗 什么鱼啊 力量大了 鱼线肯定会断 想要拉上来 只能看心事吊坠 能不能像设计的那样 巧妙逃脱了 哦 我就上来了 你就上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 钓组完好 鱼线 钩没了 钩没了 哦 就钩没了 钓组没事 对 钓组没有问题 这个上鱼了 上鱼了 能确定什么样鱼吗 黄鱼 我看看 这个劲儿 这个劲儿就是黄鱼 你看 干烧了 你看 黄鱼 还糊 还糊 还不想 上来一个大壶鱼啊 怎么样 我看你们这 这会儿进度挺快的 是不是快赶上他们了 我感觉他们 丑得好 没骗 多钓多少 没钓多少 应该能差不多 你们再努力一下 能超过他们 应该差不多吧 应该差不多 行 比赛已经过去 一个多小时了 海上不比河边 在这儿钓鱼 可是一件 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 所有人憋着一股劲儿 钓到现在 可以说是又累又饿 好在他们早有准备 大家轮流吃饭 补充体力 未来 就是赢得比赛 您这怎么了 上鱼了 嘴里还咬着 嘴里还咬着吃着呢 鱼就上来了 也跟着 吃饭里面还咬着 这鱼也到吃饭的点了 是吧 咱们这半天都没钓上鱼 这终于上鱼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 等了半天终于上鱼了 等着我吃饭 他才吃 你们觉得能战胜他吗 应该没问题啊 他现在也没钓多少啊 他这会儿没开张呢 也没钓呢 对啊 不过 说着话的功夫 老郭的队友就饭后开张了 你这也开张了 您这 这是黄鱼啊 跟他们的不一样 这鱼也不小啊 不大 不大 这才刚刚开始 让他们先玩一会儿 吴地都这么厉害 那师傅还能差吗 老郭这时也开始收线了 还行 不小 一般 今天船上看来是您的收获是 最多的到现在为止 老郭现在非常兴奋 这已经是他钓上来的 第十条鱼了 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 眼看就要到返航的时间了 大家都希望 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钓上更多的鱼 然而这时 我们发现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怎么有人开始在 收拾东西了呢 你怎么不钓了呀 你看我这儿坐上火 切切都钓框了 怎么钓啊 千串都没有了 全钓水里了 丢了多少套今天 今天丢了四套 我就带了四套 全丢了 全丢了 其他三个人 也基本上把自己带来的千坠 都留在海底了 我看他们基本上都收钓了 我看他们基本上都收钓了 他没有钓了 他没有钓了 他不收钓 怎么办 行那咱们也到此为止 就钓这些好吧 咱们也往回走 我再来两条好吧 你再来两条也行 你再钓会儿 他们都没有 今天好好欺负欺负他们 行行行 打击打击他们 咱们再钓十分钟咱们走 好吗 虽然在最后的十分钟里 老郭他们又钓上来一条鱼 但是对方毕竟是四个人 那么老郭最终到底能不能赢得比赛 证明自己的发明呢 行那咱们看看 你们把你们的今天钓的鱼都拿出来吧 这是 要几个 一二三四五个 鱼都不太大 还有哪个箱都是你们的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八个九个十个 十个 十个六个 十六条鱼 十六个四个鱼 四个人十六条鱼 对 没人钓四条 你这箱这是刚才钓上来的两条是吧 对对对对 最后两条了 三 三 四 五 六 一加二条了啊 这还不算完 老郭依然在清点钓上来的鱼 这可真是把其他人都看傻了 二十九 二十九条鱼今天 比他们一共多了十三条鱼 这么说您今天绝对胜利了是吧 对的 凭借防挂钓坠 老郭一两人二十九条鱼 比四个人十六条鱼的绝对优势 获得了这场钓鱼比赛的胜利 郭联谋发明的防挂钓鱼坠利用了传锚的原理 当钓坠卡在礁石中时 鱼线向上拉转 当上端的弹簧拉伸到一定程度时 鱼线的力量就会作用到鱼坠的下端 这样一来 卡住的钓坠就能从缝隙中翻出来了 防挂钓坠这项发明 首先它采用了这种特种不锈钢 代替了这种签字钓坠 避免了对海水的污染 其二就是它采用了这种传锚的结构 使得它一端如果被卡住 下端还可以拉起脱离这个礁石 如果进一步的改进工艺 降低成本 可能这个使用性更强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还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 那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华为老师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客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看外发明 孕苗快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